哈巴谷书 第一章 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默示 耶和话 我呼求 你不应运要到几时呢? 我向你呼喊暴力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业 你为何坐视奸恶呢? 毁灭和空暴在我面前 挣执与纷争不断发生 因此律法无效 公理从未彰显 恶人围困二人 所以公理遭受扭曲 你们要向列国观看 注意看 要惊奇再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有一件事发生 儘管有人说了 你们还事不顺 看啊 我必兴起加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 通行遍地 巴占不属自己的住处 他威无可威 审判与威权都由他而出 他的马比炮更快 比晚上的野狼更猛 他的战马跳跃 他的战马从远方而来 他们飞跑 如鹰急速抓食 到为私行残暴而来 他们的脸面向东 聚责俘虏 多如陈沙 他既朝列王 嘲讽灵袖 刺笑一切捕虑 对土攻取他 那时他如风猛言掃过 他背叛显为有罪 他以自己的力量为神明 耶和话 我的神 我的圣者 你不是从耿鼓就有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话 你派他为要行审判 盘石啊 你立他为要情治人 你的眼目清洁 不看邪恶 也不看奸恶 为何你却看着人行鬼诈呢 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 为何你保持沉默呢 你为何使人于海中的鱼 又于无人管轄的爬行动物呢 他用勾子把他们全拉上来 用罗网捕他们 拉鱼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 向罗网献祭 向鱼网烧香 因为他藉此得丰盛的收获 与肥美的食物 但他岂可因此 女女堵空罗网 事上杀陆列国的人 毫不顾惜呢 哈巴谷书第二章 我要站在我的遼望台 立在城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授冤 耶和华回答我说 将这麦事清楚地写在看板上 使人容易朗读 因为这麦事有一定的日期 论及中局绝不落空 他虽然担然 你要等候 因为他必临到 不再迟言 看啊 恶人至高至大 心不正直 唯二人必因他的信得生 他因酒鬼诈 狂傲不安于为 他张开喉咙 好象阴间 如死亡不能知足 他聚集万国 照罪万民传归自己 这些人 岂不都要提起 诗歌和俗语 嘲讽他说 和哉 你增添不熟自己的财物 靠鸭金发财 要到几时呢 咬伤你的 岂不忽然兴起 妖害你的 岂不突然崛起 你就成为他们的奴物吗 因你抢奪许多国家 流人的血 向土地 成真 和全城的居民 施行残暴 各国残存之民都必抢奪你 和哉 那为本家积蓄 不宜之财 在高处搭窝 只望得免灾祸的人 你逃谋 剪除许多民族 犯了罪 使自己的家蒙修 致害己明 墙里的石头要呼叫 屋内的栋梁必认性 和哉 乃以鲜血见成 以罪业做振的人 看啊 这不都是出于万君之耶和华吗 万民牢碌得来的 被火焚笑 万族辛苦建造的 归于去哄 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和哉 那给轮舍走渴 加上毒物 使人喝醉 为要看见他们下体的人 你满受羞辱 不得荣耀 你也喝罢 显明你是未受割禮的 耶和华右手的杯 必传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就变为羞辱 黎巴嫩所受的残暴必依没你 野兽所遭遇的毁灭使你惊嚇 因你流人的血 向土地、城镇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残暴 偶像有什么益存呢 制造者雕刻他 朱成偶像 作虚假的教师 制造者倚靠的是自己所做的雅巴偶像 和哉 那对木头雪醒起 对雅巴石头雪起来的人 偶像岂能教导人呢 看啊 他以金银包裹其中并无气息 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都当在他面前宿静 哈巴谷书第三章 哈巴谷先知的祷告 调用流离歌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 耶和华 我惧怕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些年间 復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 将他显明出来 在怒怒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神从提慢而来 聖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遮蔽著天 众赞遍满全地 他的废黄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发出光芒 那里隐藏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暂立 震动大地 他观看震动列国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塔咸 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 米殿地的万子动摇 耶和华 你喜事向江河发怒 向江河生气 向河阳发烈怒吗 你骑在马上 坐在得胜的箭车上 你的功全然显露 箭是法世的言语 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见你 冒不箭斗 大水泛滥而过 深渊发声 空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光芒 你的窗闪出光耀 日月到亭在圆处 你发怒遍行大地 以怒气宅打列国 如打谷一般 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 拯救你的受高者 你打破恶人之家的头 暴露其根基直到颈寒 你以其过茅似透他战士的头 他们如旋风将我刮散 他们喜爱暗中 吞吃困苦的人 你骑马浅踏海 浅踏空涌的大水 我听见这声音 身体战惊 嘴唇发战 骨中有难 在所立之处战惊 但我安静等候 再难至日临到 那上来侵犯我们的民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修成 田地不出粮食 眷中绝了阳 庞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恩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化如武陆 又使我均衡在高处 这歌交给圣泳团长 用诗言的乐器 音符 拍手 音符